哈喽这个视频还是要给大家先分享眼影盘 还有五只唇釉又 然后眼影盘就是 祝贵真的是小鹰了 是UKANB他们家新出的这个小鹰牌眼影盘 我觉得就超好看 这也太戳我了吧 就真的 就小时候就超级爱看白边小鹰 就我们这一代的童年 我这小可就超级爱吃甜食 超可爱 然后知识 天天给小鹰做衣服 我就超级羡慕 然后反正就是超喜欢的 这也太可爱了吧 真的和小鹰牌长得是 一样的 这么拿 就是什么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 我以你新主人的身份 什么小鹰 算了 我那脑不好使算 反正就觉得超好看的 就感觉UKANB这回还挺有想法的 而且它这回里面的配色 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对 就是一个壳子嘛 然后打开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很好看 然后今年不是绿色很流行吗 就是什么 就是你大街上看的 好多人穿衣服都是绿色 就牛油果绿什么的 反正今天绿色应该是挺火的 然后它这个盘就是绿色 还挺多的 然后这个绿的真的还挺好看 就我今天上演 你就是他们家的绿色眼影嘛 其实我觉得还挺日常的 能出门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是吧 然后看这个闪闪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这样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 它里面这种五彩的闪 还挺好看的 就是有蓝色有金色 这种五彩的闪 反正给大家刷个闪吧 我这盘我真的还觉得 挺好看 挺喜欢的 一个一个来哦 从 哦 这好像是不是要这么这么看呢 算了 不重要 就这么拿吧 然后第一个是一个 哇 第一个上来是一个超级深的一个 深的一个哑光棕色 就是打底眼尾啊 什么的 OK 所以身色 晕展开 还是 还可以 因为身色质地就挺不好做的嘛 他们家还行 反正下一个 是这样一个 这个也可以当鼻影啊 当阴影啊 然后眼睛打底啊 或者晕一下眼周围啊 都行 这么一个 踪 然后再就是 这个绿就挺好看的 今天眼尾也又用到这个绿 是一个哑光的一个绿 然后再就是这个红 有点玫瑰那种感觉 豆沙那种 还挺温柔的一个颜色 也是一个哑光色 然后再就是 哦 这就是一个闪闪的颜色来了 这是挺日常的 这个棕底 棕底 然后里面带着那种细细小小的 珠光 就是有蓝色 有金色 就还挺好看的 然后还有粉色 里面带一点 就是比较细 也不是很密的那种 珠光 也挺好看的 然后再就是 这个 哦 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珠光色 就是一个米色吧 嗯 比较米色 有点玫瑰金的那种 调调的感觉的一个米色 然后再就是 其实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是吧 然后在这边 一个金棕色 哎呀 盖之前上 是吧 一个金棕色 就日常的一个颜色嘛 不会出错 然后再就是 哦 这个颜色就 超好看的 我今天眼睛上又 拿它画 是吧 就是一个绿色 然后里面是那种 反正就是 很浅的绿带 这种金黄的闪 哦 这个颜色超好看的 就是很日常 然后这闪的真的 哇 这闪的真的超好看的 你丑丑 绝要这个颜色 喜欢 感觉和那个 美日剧鳄鱼盘 好像有这个颜色 还挺像 哇 这 哇 这好好看 然后这就是 哇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 一个 一个 哇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珠光闪的真的很美 感觉是一个发 玫瑰掉掉的 棕 红棕 这种颜色 然后里面就是 蓝色啊 金色啊 紫色 粉色的闪 好好看 但是也挺日常 就 也挺日常的 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就是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是发一点 刚才这个颜色还挺神奇的 像土黄色 但是珠光的 还挺好看 其实还挺独特的 是吧 然后再就是 这个颜色 这个花卧蚕挺好看的 这看起来就是一块 白色珠光 但是里面它还是闪一种 带 说不上来 这种调调 反正还不是一个 纯白的一个光 就还挺好看的 是吧 就带一点粉金色 你懂吗 就是那种闪 带粉金闪的一个 白色底还挺好看的 然后再就是这个绿 哦 这个绿也好看的 这个绿和这个绿 稍微有点像 但是这个比这个绿的 更明显一点 然后里面也是 金的那种闪的样子 也很好看 然后 然后这个 就挺日常的一个 带玫瑰掉掉的一个棕色 这个闪的珠光也还挺好看 是吧 好看的 然后 这个绿 超级青春的一个绿色 你看着是不是感觉 就感觉 哇 这感觉 是不是用不了 但是你看 其实涂出来还挺日常的 是吧 挺好看的 挺青透 挺青春的一个绿 然后再就是这个 一个棕色的大地 大地日常这种颜色 珠光的 然后 超级好看的来了 这个绿超级好看 这个感觉里面也是那种带 就是大理石那种感觉的 你看这个闪 超好看的 这个绿真的是好看 稍微感觉带一点蓝 然后也是金色的这种闪 超好看的 这个闪就是很明显的那种闪 就好看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 看起来也是挺绿的一个颜色 但是它上爪子 它是一个绿色偏光 一个棕色底 看到吗 在这好像看不太到 哪个胳膊还有地儿 这个胳膊还有地儿 我再重新再给大家刷看一下 是吧 就是一个红棕底绿偏光 也还挺日常挺好看的 一个乒光色 然后最后又是一个 棕色 深棕色的一个哑光打底色 就刷好了这盘 我觉得蛮美的 就尤其这些绿 就是你可以让它日常 也可以让它不日常 你要日常的话 挺多这种棕棕啊 然后玫瑰棕这种感觉的 然后绿色也可以就是 点缀一下就挺好看 喜欢这盘 喜欢它包装就很笑音 然后 然后就等会还会有一个眼妆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眼妆 是怎么画的 就是绿绿的这个眼妆 然后再分享一下五支唇膏 是这个牌子的 叫Iseline这个牌子 然后它这个包装还挺好看 就它叫什么威廉古堡 发现这种感觉 还挺好看的 然后现在嘴上是它的 608这个颜色 给大家 嗯 我手上没滴湿了 OK这个就是 这个很温柔的一个豆沙 奶茶玫瑰这么一个颜色 上嘴就很日常 很温柔 很气质的一个颜色 日常就是上班上学可以擦 就质地就是 嗯 正常唇膏质地吧 嗯 没什么味道 这样挺温柔的一个颜色 608 然后607 对就这么弹 607就是 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比较发棕的一个颜色 比较橘棕的那种感觉 就这样子 这个上嘴就比较有气场那种感觉 比较棕调 红调 一些比较 预解 是吧 算我今天的打扮不太搭 但是还是挺好看的一个颜色 显得脸很白 然后这一支是606 就是这个 叫维托尔亚 是胜利的一丝 这个颜色就还挺好看 也是那种 就是比较 红棕的一个颜色 就是比红色还是稍微深一点 但是比较发红那种 图上就是这样 就还是挺好看的一个 红棕深红色吧 就显得也是脸很白 哎呦 我这 OK 我把嘴周围上一点分体 让它别那么 一圈那么红 反正现在就还挺好看的 是吧 这个颜色 还是挺气场的一个颜色 就还是压得出场子 这种感觉 嗯 是吧 OK的 这一支是605 605它涂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个比较橘的一个颜色 珊瑚橘的样子 比较夏天 但是它也不营光 就是比较橘比较发红的一个颜色 胡萝卜的感觉 而且还挺好看的 就真的很夏天 突然就活泼青春 美少女是吧 我今天这个打扮 涂这个就比较 比较合适 夏天 还挺好看的 然后最后一支是609 你瞅着我这试的啥顺序 我的妈我自己都蒙圈 609是这个颜色 这个也挺好看的 是吧 这个也比较夏天 比较青春的感觉 是一个红掉 但是也稍微 其实还是挺红的 就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感觉带那么一丢丢橘的样子 但是它还挺红的呀 但是稍微 就是这样 偏橘丢丢丢丢的红 挺好看的 就是 也是一点都不荧光 然后很少女就很 就是 有点水红色的那种感觉吧 然后就是 突然真的感觉皮肤就很白 是不是那种血橙色的这种颜色 但是它其实挺红的 哎呀 反正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 我还真挺喜欢这支 哇 爱了 我今天就也很搭 现在我口红就试到这儿了 你看我 你抽抽我这试完 我的妈 鸡吻唇嘛 我这 嘴周围这一圈 就试了个啥 我的妈呀 行 反正就是 然后就这五支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我们就 接下来就看一下 这个眼妆是怎么花的 然后这个视频就 反正今天这个眼影盘和唇油 我还都挺喜欢的 那我们就先拿 这个绿色吧 打个底儿这样浅浅的 青春的 这眼睛呢 还是挺显色的在眼睛上 但是也挺日常的 就不会显得 哇就特别特别奇怪 也没有 就还是感觉 还行 是吧 还是挺 挺日常的 能出门挺好 那这个颜色打完底之后 我们就 它其实绿色都挺美的 是吧 我画哪个绿呢 这个绿色吧 所以这点绿色 先用 嗯 先用这个吧 这个感觉稍微深 深一丢丢 是吧 一样 让我里面画 然后再沾这个绿吧 真的 眼睛中间 它这个是那种黄色的光 还挺好看的 我们就在 嗯 沾这个 绿 打在 眼尾这里 它稍微是那种 就是棕底儿带点绿片光那种感觉 所以把眼头还有眼睛 眼窝给带一下 眼头 然后眼尾 然后眼尾 眼下面 然后眼窝 然后就沾这个 超好看的这个绿色 也在眼睛中间 嗯 然后再沾这个 再沾这个绿吧 抖一抖 眼头 打电 然后也在打电 然后拿这个颜色 打个卧餐 OK 然后加个眼线 这个眼妆就画好了 你要是觉得太绿 不日常的话 你也可以稍微再叠一点棕色 像这个 稍微发红一点也行 这个颜色也行 稍微给它叠在 眼尾啊 眼睛上面啊 可以这样就稍微给它 压一压 让它鼻子 感觉 这么绿就更日常了 是吧 还挺好看的 OK 画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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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